沈玉玲有了女儿从此多了工作动力 人生可以过得更不一样 而继续台东老字号的这家鹅肉店 负责长厨的小老板也是如此 他们家鹅肉又嫩又鲜甜 在台东飘香37年 不老店第二代在接班之前 年轻时曾经放下鲁人勒属罪 被判刑7年 他高中就被退学3次了 起初在学校是逞凶斗狠打同学 出了社会之后 结交帮派分子又街头斗殴 但更严重的是为了钱铤而走险 他犯下重机抢案 在那个监视器并不多的年代 和同伙之间食髓之位 后来又计划抢银行和随机掳人 这下场当然就是得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出狱之后呢 想求职却四处碰壁 他差点又要走回回头路了 关键时刻拉住他的 是老父亲的一句话 爸爸开口说 我等你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 你怎么还是要走呢 这句话才终于融化儿子的心 浪子回头 愿意接下鹅肉老摊 如今一卖就是15年了 而开完店后 凌晨他回到果菜市场搬货 一切重新开始 来 你要后腿 来 你的四百八 他们的耳肉 又有一种鲜甜感 因为这一次是来台东玩了 所以我们就是前天吃了一次 然后今天又回来 走之前再吃一次 可能之前吃的鹅肉就是很容易咬 对 可是他们的 我今天真的要讲入口即化吗 蛮好吃 透着粉红色泽 口感柔嫩鲜甜 让人忍不住食指搭动 这间在地人都知道的鹅肉老店 隐藏版的鹅翅跟鹅脚 早在前一天就已经被预定一通 都还没开店 都卖完了 因为我要吃个吃 昨天你家就聘的吧 每天店门一开 第二代老板黄淑峰 切鹅肉的手就没停过 他说鹅肉要好吃 从挑选到处理都尽高纲 其实要把这个细毛 这个整个把它处理干净 当然啦 因为你像那这样子 它煮起来的时候 它整个马会在跑出来 然后会 你这样子客人看到的 麦香就不好 反复检查 不敢马虎 因为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 就是影响汤头口感的 关键因素 一般很多人都是煮好 才起来再拔啦 不过这样子 它会破坏到它的汤头 它这个脏东西多嘛 然后煮起来的那个汤头 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喝 从鹅毛 淋巴到内脏 一切按照标准程序 清洗干净 由于手工处理 耗时耗力 一天最多只能卖20只 因为这个打开 它就是有适量 你看看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管 就是耳的那个key gun 然后剪掉 你看看到这里有一颗 有没有 这就一颗 这个就是大便 耳的便便 民国69年次的他 从父亲手中 接下了肉摊 已经十个年头 谁能想到 过去的他是个动不动 就逞胸逗狠的不良少年 第一次是 我们在考试 好像我们 我也忘了我旁边的同学 跟我讲什么 好像就不爱听 然后我就椅子拿起来 就扎了他 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我不念了 然后就走了 然后隔天要去办休学 骑着摩托 然后就看到校外一群人 拿着刀子在那边等我 年少轻狂 就爱打架闹事 高中被退学三次 最后北上做黑手打零工 又进入酒店当少爷 结交帮派分子 年仅16岁 就犯下多起震惊社会的 鲁重鸡强案 假扮强盗的黄姓同学 拿着一把手枪 要和两人把钱交出来 两人马上飙车离去 我那个同案的一个计划 就是 他那时候我在玩总机 后来那时候就是因为 看到这个理论 他们都会在 判断在一个要跳岛市场 会看出说要卖的资讯 然后我们就会去 给他下定 给他下定说 我这万块给你 当时你这台车 看出来让我骑了 然后就把他约到 比如说三重二重书红 到那边试车 他负责牵制配害人 然后我负责骑摩托车去买 就骑了就走 就骑到了 对啊 所以当初那时候 在民国85年86年的时候 那时候一段时间 很盛行乳重机 对就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 失岁之位的他 一脚踏上犯案人生 但逐渐几十万的赃款 已经满足不了贪婪的人性 为了抢银行 在银行的对面住了一个月 租一间房子 就为了要抢你这间银行 计划住了一个人 观察什么 人员的进出 警察的巡逻表 什么时候来 然后地图路线 我们要怎么跑 几台张车放哪里 然后哪边回 我就整整观察那个银行 一个月 几乎 失败 那边开始的失败 进去要抢的时候就失败了 人太多 后来巡逻车就来 那我们就跑了 陆重机抢银行 他一度成为令警方 头痛的通气要贩 花钱不手软的他 成名酒店与赌博店玩 整天只醉金迷 签下庞大债务 最后竟然铤而走险 策划随机掳人 外面牵了 屁股在了 然后他也要追上 然后没办法 只能越做越大条 因为那时候 掳人的时候 算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 然后不要看 我们就开始造了 就跑路了 然后我的照片 就被刊登出来了 然后就很多人 都出来指认 然后自动机的 全部都出来指认 其实这些 都是爸妈不知道 他们真的不知道说 他的儿子在台北 到底在干嘛 他一直觉得他的 他的小孩很乖 反正就是只爱打架 他在他们印象中说 我的孩子就是 爱玩给球拍的那样 当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他 从没想过后果 但江湖路线难以回头 出来混的总有一天要还 我跟对方讲一次就是说 你钱给我 我不要 我就是我不会伤害 我最主要钱 我钱拿到了 我就去保险 拿他的体管器去领钱 那个画面都完全被拍到 所以那时候 警方才有我的照片 那次他又逃了 躲遍中南部各地的废弃屋 每天睡得胆战心惊 跑路一个月后 他选择投案交保 但打官司的这段期间 却继续打架闹事 最后因惩治盗匪条例 被判七年刑期 我到进去的时候 还是这样子的个性 包括在里面关的时候 也被打 然后打架 因为差点被人家击尖 没有打不醒 那个屁股会开花 历经六年的荒唐岁月 入肩服刑的他 却一直没有悔改 最后反倒是家人 不离不弃的案 感动了童奸的大哥 我坐牢这个这几年 我爸爸一到五每天都去祭祭 就是没有 没有浪港的你知道 就是真正港的人 都现代行 老婆有好子 然后你就是看到他这么 辛苦这么辛劳 然后这个跟我同房这个哥哥 他也感受到说 他没有看过犯人的家 他会就是人家的家属 会这么这样去看儿子 然后去 反正我在里面 我要什么也有什么 所以我那个哥哥 被我的爸爸感动 然后到最后 他在里面一直教育我们 劝我们 复兴四年假释出狱 求职无门的他 差点顾忌成师 走上回头路 还好老爸爸的一句话 总算判到儿子回头 只要有一个罪名在身上 人家难免 就会觉得会去对你 有一些遐想 一些想法 说你是 我一定不跟你说 我去人摸摸 老闆怕也怕死 两天心脆也不需要 直接摸摸就好了 有一次也是 我高雄的朋友也是希望 也是替我们想 就是要不然 要不要过去找他 我爸妈 我爸爸那时候就 反正就很倡劲的 来跟我讲说 我等你了那么多年就对了 然后你 你还要再出去这样子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他得了糖尿病 他那时候就因为身体不好 得了糖尿病 然后我就后来就是 又去想到 当初我在坐牢的时候 那个哥哥跟我们讲的话 我就毅然决然说 好 那我就决定来学这个 来做这个 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 然后刚洗完就这样 整个把它放下去 然后大概等它滚 等它滚了之后再闷 然后看大小支不一定 有的比较大支要煮久一点 把清理好的鹅 放进绿水中慢火煮熟 但想要如火纯青 柔嫩有嚼劲的口感 江湖一点绝就在这支 竹筷子里 吃过去你就知道 我就知道了 就知道这个鹅好了没 熟不熟也是看这支筷子 然后它的嫩度 也是看这支筷子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他们煮为什么煮起来 就是没有办法 像我们煮的鹅那么嫩 因为他们就觉得 洗了他们就拿起来 洗了他们就拿起来 其实熟了不代表说 它的鹅整个那个 那个吃的口感好了 对 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鹅肉起过后 喷上米酒 磨点盐巴 没有多余调味 简单就能吃出鹅肉的甘甜 来 包起来 需要筷子吗 前来讲真的 这边是偏那边吃的 跟起来 好像也没有给你偏进去 他现在工作很努力吗 有啊 不努力要怎么办 那身边都看他了了啦 人生如戏剧般 180度大改变 难以想象 每天晚上卖完鹅肉 他还会到果菜市场 去搬菜贴补家用 体力上虽然劳累 但心理却很踏实 师称我还是亲情的 还是亲情的 我也跟我自己想 我富三代 我现在富房代 富车代 富信代 我也要富三代 只是心态不同而已啊 现在的他 也和朋友一起成立 小型慈善团体 默默帮助有需要的人 人生绕了一大圈 回到轮点 黄书峰 用家传鹅肉的原始滋味 找回自己最初的 简单人生